第一題 以氏氦分子食量為6.64乘以10-27次方公斤 若每秒有10-23次方角氦分子 以與氣壁垂直方向 乘45度角撞擊面積為2乘以10-4次方平方公尺的氣壁上 其運動數量為10-3次方公尺每秒 則是以氣壁的壓力為若干 我們看底下這個圖 如果這個圖表示氣壁的一塊面積 這面積有2乘以10-4次方平方公尺 所以這塊面積 A等於2乘上10-4次方平方公尺的面積 在這塊面積上有氦分子去撞擊 因為每秒鐘有10-23次方角 所以N撞擊的順路有10-23次方角氦分子 因為每個氦分子質量有6.64乘以10-27次方公斤 這是一個氦分子的質量 6.64乘以10-27次方公斤 而氦分子入色數量是和垂直方向夾角45度 而入色數量是每秒10-23次方公尺 因為氦分子和鉛直面夾角是45度 所以我們把氦的運動數量我們來分成垂直方向跟水平方向 水平方向速度不變 垂直方向因為垂直進去 如果這個叫Vx 所以Vx這個等於 因為旁邊這個角45 所以上面這個角也是45度 所以V乘上cos45度 這個方向是和氣壁垂直的方向 所以等於V是10-23次方 可算45是2分之2 因為2分之2 因為2分之2等於1.4 除以2等於0.7 所以等於7乘以10的2次方公尺每秒 這是垂直入色的數量 因為氦分子跟氣壁做彈性碰撞 所以垂直入色垂直反彈 因此氦分子對氣壁撞擊的動量變化 ΔP等於2mVx 水等於2乘上m質量 6.64乘以10的-27次方 Vx隨時氣壁方向的速度 隨時入色反彈出來 這時候是7乘以10的平方 於是等於 每個氦分子的動量變化 等於 9.3乘以10的-24次方 公斤 乘以公尺每秒 這是動量變化 現在要求壓力 壓力是每當位面積所受的力 所以我們把總力 除以總面積 除以總面積 可是力 是單位時間內的動量變化 所以 所以把A乘上 ΔT 分之 ΔP 因為1秒鐘有n個分子撞擊 所以 乘以N 所以我們把數值帶入 結果等於 結果等於 A 4.65乘以10的3次方 牛頓 每平方公尺 所以 氣體分子 適於氣壁的壓力 是4.65乘以10的3次方 最接近的 是4.69乘以10的3次 所以DT B的答案